原杉杉的马脚线 唐宁新的筷子腰都输给了热巴的蝴蝶腰 说起宁新的腰 小编想说一说具有魔鬼身材的李文了 他出生在中国香港 半九岁的时候移民美国旧金山父亲是燕妮华侨 虽然父母都不是外国人 但是李文却生成了一副昏雪的面孔 身材也像欧洲人的身材 说到喜妖妹赵丽颖 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明星了 赵丽颖是一个草根出身的 凭借着自己对娱乐事业的喜爱和执着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如今她已经是娱乐圈这首可热的流量花旦 她现在是一个演技和颜值并存的女星 去年到现在的底部作品都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同时她也是小编最喜欢的明星之一 上图是她出席巴黎时装周的着装 看起来非常的娇小可爱 身材纤细 非常的迷人 小戏腰和脑袋几乎是一样宽的 要知道我们银薄脸 本来就很小啊 次baby出场的时候总是能给人非常惊艳的感觉 但是虽然后来的baby升级变成辣妈 但是她的腰却还是那种受到让让怀疑 很多网友都在说腰这么纤细 真是非常的难的 黄晓明的确要多一点吃的给baby了 都快要瘦成屁包骨了 但是很多人看见baby的时候 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毕竟小编不是在黑baby 就是这张图上的baby显的腰非常的纤细 从之前杨敏的各种写真或者照片来看 是属于小马腰类型的 你知 前在一个反手摸肚脐的话题上 也是轻轻松松的做到了 相信这腰只也不是一般的纤细了 景前自用习武 身材肯定是过关的 一般有过舞蹈基础的女生 腰不肯定也过专门训练 看看这小马腰 就知道了 现在景前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了 在大银屏上露连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对于那些喜欢景前的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笑容满分的唐一新 从公开和张若云的恋情到现在 却很少见到唐一新秀恩爱 但有一样东西她是最爱秀的 那就是筷子腰 什么才是真正的筷子腰 看看唐一新山的图就知道 这细腰还没一根筷子 长度粗泥 袁杉杉出道的时候就被网友骂得很惨 不管眼什么都会被吐槽 甚至还有个话题 就是袁杉杉滚出娱乐圈 不过袁杉杉并没有守思网友 而是默默的健身 后来凭借马甲线大翻身 成为马甲线女王 十分励志 前段时间在网上放出一张照片 前凸后翘的身材让人大为羡慕 而网友们注意到 原来热巴还有个蝴蝶腰 实在是美咋了 热巴的身材比例是相当好的 这张照片很完美的全是了热巴蝴蝶腰的称号 看着想到扬眼 吃货热巴萌萌呆 圆杉杉的马甲线 唐一新的筷子腰都输给了热巴的蝴蝶腰 这张照片就能够给了热巴的蝴蝶腰的称号